大家好 19点58了啊 北京的疫情又严重了啊 有所反复啊 这是大陆的央视的新闻啊 这不是海外的所谓的境外势力编造的啊 前两天啊 西城区那个新街口外大街 好像28号院 还有那个昌平 那个北七间的那个洪福院啊 小区 还有挨着这个洪福院的那个白个庄新村西医区啊 俩村挨着 但是那边就属于沙河 那条道我太熟了 回龙贯北边七里渠往东啊 奔这个昌平这条路啊 沿着温鱼河小汤山大东流啊 高丽营是吧 这个顺义这块啊 这个北京市现在啊 这几个地区现在也严重了啊 月潭街道 这月潭啊 就到了这个这个复兴门的南北大街 挨着金融街啊 金融街在过去就是中南海 离中南海大概也就是一公里左右啊 这个月潭这边可重要 有月潭公园 有武警的一个医院啊 有这个我的客户有这个中国这个船舶工业总公司 有这个什么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我的客户 和工业部我的客户 机械部老干部局我的客户 然后那个国家工商总局啊 这全是我的客户啊 那边还有月潭街道办人处的老干部科也是我客户 还有三里盒百货商场 这都是我客户 就那边啊 和工业部和工业部的那个机关服务中心啊 都买我东西 那边机关单位特别多啊 都是有钱单位 还有什么这个红帽沟啊 历史上住的是犹太人 是吧 这个丰台的西楼园这边我也熟 是吧 为什么呢我住过崇文区最南边沙子口西哥心里一号院啊 从我们那往南大概200米左右就是属于丰台了 就是西楼园是吧 西楼园那边那边倒没有什么太这个权力的那种有钱单位倒少啊 就是那个居民区比较多啊 那边有一个机店大厦要给我的货 当然那边到了那哪了 到了南三环脚门那边了 马家铺脚门往南啊 再往南就大鸿门南源啊 还有这个木须园啊 不是木须地 木须地是这边 是这个这个西城海淀啊 是木须园啊 木须园环岛啊 这边 然后那个赵公口 长途汽车站 然后往北是这个什么安乐林路是吧 永外啊 安乐林路啊 景泰东里 景泰西里啊 然后这个这个浦黄渝啊 然后奔方庄啊 左安门啊 这么一片啊 还有花香 花香就是白盆窑啊 什么新发地啊 这都是花香啊 然后再往那边就是再往西就是 就是大兴的西洪门啊 这边我也熟 因为那个啊 我父母和我三姐 他们都住过这个大兴西洪门啊 这个花香这一带啊 这个最大的花香这边的小区就是 以海花园住好几千户啊 还有那个北京汽车博物馆 什么那个中关村这个丰台园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园区的丰台园 有那个叫所谓的总部基地啊 然后往北一点就是那个利泽桥 就到二环了啊 然后这边还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玉泉营环岛啊 往北是彩虎营啊 也都叫什么什么营啊 是吧 还有一条河叫凉水河 对那边有一个我的客户 就在那个玉泉营环岛的东边 叫北京市啊 北京市桥梁管理所 好像市政系统的 北京市桥梁管理所啊 这都是我的客户啊 还有一个地区是房山的长阳镇啊 房山长阳镇是后来发展起来的 盖了好多现代化的楼盘啊 我们那有一个朋友在那还买了一套别墅啊 房山的长阳镇 长阳那边我去的不多 但是房山的呃北边 像那个丰台的长心店 有个长心店二中 然后那个这个 梁湘啊 梁湘二中第二中学啊 房山最南边的这个琉丽和中学啊 还有这个房山新镇的那个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还有周口店路的那个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戒毒所 他对外叫安康医院啊 这些都是我的客户 还有梁湘的一个华北电力设备总厂啊 反正说吧 你看啊 西城啊 这个二环 紧挨着二环 二环外 离中南海大概一公里的地方 西螺园 是南二环外 没多远 就是离那个永定门火车站 现在叫南站 离那桃仁亭桥 都很近 啊 他说是丰台 实际离城里非常近啊 这个 离永定门那城楼也不远 这都是紧挨着的 然后原来那这个那个什么 都是那个梁库 永外梁库 永泽门梁库啊 那还有温泉呢 我们我们到那洗过澡 原来九几年 然后那还出那个什么 可塞矿泉水 出面粉 后来都搬走了 都盖楼了啊 花香 花香是我想想南四环 差不多南四环了 南四环外啊 这个离峰台镇也很近 我原来在那边也上班 八九年的时候 这个还有长阳啊 这四个地区啊 大概包括之前那个昌平 昌平那个北七家镇 洪福院和那沙河镇的那个白个庄新村 是吧 加上前两天西城那个新街口外大街 这次这个疫情啊 又是 是吧 这个多处的这种爆炸式的这种增长 不知道这种疫情的控制能不能管用 每次都是啊 严防死守啊 然后这个封门封楼封小区啊 然后都穿着白大褂 防护服弄得特吓人 跟那个防化部队似的哈 但是最终就跟那一个火苗似的 是吧 明火压下去了 实际上底下还在燃烧啊 过两天从别处又冒出来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是吧 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能彻底的结束 看来还有一段时间哈 我那天听到有一个人说 说这疫情要到一 二零二九年 还有八年时间才能结束